今次何時回來留什麼 今次回來留一個多月 是的 一月後就離開了 那有什麼工作的問題嗎 都有點密 但是都放到有時間可以休息 我覺得最主要今次回來工作 就是和星夢有一個演唱會 就是我們十五個終於可以 開第二場演唱會 我們等了兩年多 因為對上一次已經是2021年 今次可以和他們聚會 我是非常之開心的 今次會如何表演 今次首先Kithy是最重要的 之後就有很多歌 之前大家都可能聽過唱過 有些歌是未聽過的 還有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就是在演唱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大家都覺得挺新鮮 還有一定會有跳唱的 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 這段時間都會排舞 練歌 你覺得你是不是要維持 要 有什麼即興的行動 或者是吃東西 那方面 我現在其實已經減了很多 就是澱粉質 就是我完全不吃甜品 就是朱古力那些 雖然都很喜歡吃 但是都沒有辦法 就是為了演唱會 都要繼續貼下去 然後還有 我覺得最主要是 吃少一點 總共 一天我現在都是吃兩餐左右 最近就少一點 因為要工作 但是我覺得 希望下個星期 沒有那麼忙的時候 希望每天都有時間做運動 你會不會想要減多少 我就不是很看磅數 因為 對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就 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沒有受到 或者 其實都是靠別人跟我說 有沒有受到 其實 自己有時候 都未必知道 所以都是 別人跟我說 你受了 我就 我的功勞是 聖誕會怎樣 家人 是 聖誕會 其實我那一天 是預留給家人的 就是 節日 1月1日 和聖誕 我都是預留了 跟家人一起過 因為 我覺得聖誕節 這個這麼 溫暖的字 我是喜歡 在家裡 跟家人去吃一餐 聖誕大餐 真的很溫馨 不會留時間 有朋友 或是男朋友 我會 但是 因為我的朋友 全部 在聖誕之前 已經飛走了 所以 他們 去旅行 我就來香港 因為要工作 但是 他們 十幾號 考完試 我希望在他們考完試 之前 或者考完試之後 他們飛之前 就可以約到他們 還有我沒有男朋友 多謝 例如星夢之外 會不會都想自己 開發個人的音樂 我覺得 這個也是我其中 一個人生的目標 因為 我發覺 自己有很多歌 都未有機會可以唱到 除了自己歌之外 我有其他歌 都想 cover 但是 未可以在一個show 裡面完成到 整個圓夢 所以 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個人show 可以把自己喜歡聽的音樂 和自己的音樂 去分享給大家 一年還是 今年會不會做到 今年 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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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十八歲之後 我覺得 因為 我不知道 我覺得自己 還是一個小孩 我還沒處理到 這麼大的個人演唱會 壓力 所以希望十八歲的時候 自己會更成熟 去面對這件事 你剛才合體了 是 我很開心 可以見到他們 因為 我們是很久沒有合體過 多久呢 我想從去年開始 已經沒有四個合體在一起了 每次都是三決一 或者二決二 或者一決三 所以 很開心今次可以見到他們 前兩天 剛才有個show 跟他們一起唱歌 其實在台上是眼濕濕的 因為是想起錄音的時候 還有很多我們比賽以前的畫面 很開心的就是 接下來的演唱會 我們都有時間去合體 去唱我們的團歌 所以 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會期待 我也很期待 你會暫時會繼續 是after class 對 暫時都會繼續 其實我們 很多人說我們解散 但是 其實我們是 因為東一個西一個 就是 很多不同的國家 大家都是 所以 但是我們都不是解散 都是一個團 自然自己 就是大的 感覺到他的腦筋 好像大大了嗎 大了嗎 其實 我覺得他 以往都可以平靜 就是 他也是很 舒服 很舒服 攝影師 他也是 知道 這樣 所以 我也不覺得他 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但是 他也只是GG 大會典的姿態是不適合到出界 粉絲有些不開心嗎 其實我早就知道電視是不會播到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不高興 因為那時現場是看不到煙花 就算在這裡也好笑 所以為了現場的觀眾 不會有一個不開心的晚上 突然沒有了一部份 煙花也看不到 那我們做甚麼 所以我的職責就是去娛樂觀眾 在那一部份的時候 因為他們沒有煙花看 但粉絲會很失狼 在看電視的時候 是 我也明白的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演唱會 大家一定會有機會聽我這首歌 所以大家演唱會一定要來 如果未買票就快點買票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